欢迎收看这一集的理财名人堂 理财名人堂就邀请一些名人来跟我们分享 投资或者是理财的大小事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我觉得还蛮特别 他还不露脸的方式呢 在Instagram上面分享他的理财啊 跟增加收入的方式 短时间就来到快要14万的最终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让我们欢迎三十节越南直日常 嗨大家好我是三十节越南直 那今天我会请的男子来跟我们分享 他是如何增加收入以及他的理财方式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我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再选择一个高货出的 所以账户这边推荐你可以申办联邦Linuban 你假如是首次申办 就可以想要10万块里面8%的货出的利率 接着符合条件 10万块里面则可以想要3% 当然如果说你都不想要符合任何条件的话 依然10万块里面可以想要2%的货出的利率 但如果说你已经透过0年申办的话 就会在额外加码50元的全家购物金给你 而联邦Linuban想要申办的话 会建议你可以搭配联邦集合卡 你今天在国内可以想要2% 日本只可以想要3.5%现金回馈无上限 除此之外你今天早上先申办联邦Linuban 一般消费就会来到8%的现金回馈 接着你今天绑定ApplePay 在日本消费呢 只是可以想要5%的现金回馈 联邦集合卡算是下半年真现金回馈的无闹神卡 尤其搭配上联邦Linuban 算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组合 想要申办的话 要记得透过我的理念申办 就会在额外加码50元给你哦 那首先我想要比较好奇问一下 男子你一开始就开诚布公跟大家分享说 你其实已经30岁 然后你又负债 我比较好奇是你那时候负债的原因是什么 我负债原因还蛮多的 主要是三项 第一项就是我之前只有学贷 然后大概十几万 然后第二个是我之前都是月光族 所以没钱的话就跟家人跟姐姐借 那第三个主要比较大比的25万 是我之前去日本打工度假 然后我就是跟朋友先借25万 所以零零总统加起来大概就是50万上下 你的朋友怎么那么好啊 怎么会我还愿意借你25万 对因为那时候他是想说要去日本念语言学校 然后自己一个人去没有经验啊什么的 他就想说那我之前有留学过一年 那或许我可以就是一起帮助他这样子 我觉得在台湾社会比较特别是 30岁算是一个门槛 就很多人会觉得你30岁应该有什么成就 我觉得你应该当什么主管 我有看到一篇文章是你说 你不成功的30岁 我比较好奇你觉得你认为成功的30岁是怎样的 其实我以前既定印象 或者说听人家讲 就是会觉得说30岁好像要有房 然后可能职位也不错 就是主管小主管也好 给人家感觉好像就是很成功的 然后就是别人问起你什么工作 你好像也可以很得意的说出 就是我现在薪水是多少啊这样子 但我等到我真的30岁的时候我发现没有 然后还负债 还负债 然后就是也没有成就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幻想中的30岁 其实是那种人家西装笔挺 然后穿梭在可能比如说各国出差啊 或者说什么 就很好美好的想象这种 你以前的工作是做哪一类型的 我以前工作做过蛮多的 就是有做过餐饮业服务生 然后有做过精品业的桂哥 还有做过就是平面设计的助理啊 就是办公室 其实我的工作还蛮多元化的 那如果我们不算出国的时间的话 你真正工作的时间大概多长 其实没有很长耶 大概可能我好像是从26岁开始 大概4年3、4年 我觉得我很对 但是我做过很多工作 你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要存钱 以前就是没有存钱的意识 就是对于花钱好像就觉得说要犒赏自己 然后要把握住当下 以前对于理财啊 或者说存钱 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那你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开始理财 就是从29岁那时候疫情回来台湾 然后呢我就身上负债 然后又没有存款 我就想说 那如果之后再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该怎么办 就是没有钱去应付这样的临时状况 所以你是因为疫情才回来的吗 对 是因为在那边没有工作还是 那边的话开始有减班啊 然后就是对于疫情有一种很恐慌的感觉 对因为家人都会传一些什么恐慌的影片 对然后家人就说那你就先回来 对然后我就回来了 然后就开始找工作这样子 那你那时候为了存钱是有做哪一些事情吗 其实我一开始是从断捨离开始的 我会先厘清自己的需要跟想要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然后我就慢慢的了解到自己说 其实我好像不需要很多东西耶 后来我就把这个就是购买的欲望慢慢的降低 然后理解自己的需求之后 就开始好像存到钱了 那你以前想要里面你觉得最大陷阱算是什么 就你可能不想花最多钱的东西 我觉得是吃耶 因为我觉得我还蛮爱吃的 就是我可能会花比如说领到钱之后 就开始跟朋友去邀约说 哪一间餐厅好吃啊或是说跑咖啡店 就是吃那些蛋糕啊咖啡什么的 那你之后是怎样去控制你在吃上面的需求 因为后来我记账之后发现说我的那个 吃的开销类别太多了太高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一个月可以才33k 这样子不行 就占比太高了 那说到记账 因为其实很多人一开始想要理财也是透过记账 但他会觉得记账很麻烦 尤其要寄流水账 那你那时候记账也是一笔一笔去记吗 我其实没有到记得非常的精细 睡前的时候大概回想一下今天花了多少钱 那可能一两百我就把它记下去 那类别当然也是有记进去啊 只是说比如说这种10块饮料啊 那我就比较不会去细计 所以你主要是有一定金额 然后又想起来在记账 那我比较好奇是你30岁那时候才开始 可能经营Instagram 然后分享你自己负债 那你那时候的薪水就是33k吗 那你有一个什么存钱的目标吗 我那时候存钱的目标还蛮庞大的 就是很远大啦 就是那时候会想说 我要五年然后存买房的基金 那很大 当时我就会想说 好假设我每个月33k能存下一半 15000 那五年后也许就可以存到百万 然后那时候就可以跟家人一起合资 说买房啊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一开始目标是这样 因为你最近有一篇贴文 就是你原本薪水可能只有33k 但是现在短短可能两年两年不到嘛 然后月入已经快要20万了 那我比较好奇是 你可以分享你这中间 大概做了哪一些的努力吗 其实一开始经营自媒体 我觉得算是误打误撞 因为我就是纯粹好奇说 那些网红可以赚多少钱 对我觉得还蛮好奇 因为以前部落格可能会写说 那个网红接拼业配啊 可能就有三四万块之类的 我就还蛮好奇 所以我就先踏入这个领域 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纯粹记账嘛 就是分享自己的薪资啊 还有一些支出 那后期的话就慢慢进行起来 我才会发现说 这个好像真的有机会 让自己成为自由工作者 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理财方式 大概是怎么规划吗 其实我现在理财方式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我知道 就是每个月可能固定开销是4万块 然后呢我就把那个4万块 就是放到那个户头里面 然后让它去自动转账 我觉得自动转账很方便 就是哪个开销到哪边 然后哪个开销到哪边 然后剩下的钱就是投入股票 定期订楼这样子 所以你没有储蓄的账户吗 储蓄的账户有 但是我基本上只要看它 比如说超过10万块 我就把它转到那个证券 就是紧急备用金 我比较好奇 因为你一开始只有33k嘛 那为什么现在固定 开销会高达4万块 因为我会给家人钱 哦 就是我后来因为我讲 我想说我自己的收入 蛮 就是还还不错 还蛮多的 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好 那我就 我妈不要工作了 就是我养她就好 哇 好感人哦 对 就是每个月会播 就是1万多这样 因为其实很多人想要进自媒体 或者是他可能有其他被动收入 但是他有一天在犹豫说 我到底要不要辞职全新做这个 那是哪一个契机让你觉得 哦 我可以辞职 然后全新去做你的自媒体 因为有一阵子我确诊 然后确诊完之后身体很累 然后就边经营自媒体跟边上班 我觉得身体快崩塌了 所以有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我就是盘点一下自己说 诶 那我自己的存款到哪里了 然后或者说这间公司有没有学到东西 对 然后我未来想要干嘛 我就盘点了一下自己的状况之后 我就觉得说 好 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是过没多久 好像一两天吧 我就跟主管说我要离职 我发现疫情改变你很多事 对没错 疫情改变你的人生 那在离职的当下 是因为你的自媒体收入 已经趋近于稳定了吗 其实那时候我自媒体收入 大概是我经营一年之后 才开始慢慢有进来 就是因为开始前一年 我想要知道说 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自媒体 还有说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那一年之后我就觉得说 慢慢的好像趋于稳定了 然后每个月可能有一两个业配也好 或者说有一些多元的收入也好 慢慢的我发现说 业外收入有大于主动收入的时候 我就想说好 那也许就是一个契机了 男子比较特别是 他是没有露脸的 那没有露脸 可是粉丝的黏着度很高 那一定也很多人会想说 我也想要进自媒体 然后我又不想要露脸 那有没有什么经营自媒体的方法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真诚 真诚以待 因为我觉得要长 因为经营自媒体 是比较长期发展的事情 所以如果就是要真的很让粉丝黏着度高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就是真诚的发你自己想发的 然后真诚的发就是对粉丝有帮助的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重点 因为其实最近我去很多场演讲 可能有讲到自媒体 然后我就会跟大家分享说 很多人可能一开始会觉得不够特别 所以我可能进自媒体不会有人看 但是我发现从你身上这种好像是 就是我跟大家一样 反而可以更引起共鸣 所以我会觉得 现在自媒体好像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那我比较好奇是 因为其实你都会分享你自己的收入 然后跟存款一开始可能负债 可是到后面你的存款已经越来越多 你会不会怕被人家说 你怎么赚那么多这种的 我自己是不会怕 但是我每次我分享就是相关 比如说我月入几万 然后这样就是已经超过我之前的那个程度的时候 我明显感觉到退粉潮 就是会每发一篇就退之急 然后后来就慢慢升上来 就是有一个坡这样子 但因为我不想要停留在33K低信的阶段 所以我必须要成长 所以等于说 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看到我赚了多少钱这种 其实这个只是我的记录 就是我低信也记录高信也记录 就是如果真的不喜欢看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那如果说现在有人想要进行自媒体的话 你有什么起步建议给他们吗 其实我觉得起步建议就是 不要把自媒体当成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因为我觉得大家有这个心态的话 通常都经营不久 因为初期的话一定赚不到钱 很难赚到钱 对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心态就先放好 就是说我一开始肯钱一年都不会赚到钱 以这个心态然后慢慢去斜钢去经营自媒体 我觉得会比较好 可是因为很多人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 他会觉得我付出没有得到回报 那你那一年的时间也是怎么撑过去的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算是日更了七十几天 然后呢就觉得还蛮喜欢的 所以就慢慢地经营下去 我一开始粉丝设定人数是500个人 就如果有达到一年内达到500个人的话 我就会经营下去 可能应该很快就达标了吧 我记得 对 因为那时候一年的时候就已经4万多粉丝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或许大家喜欢我的文章 我可以继续写下去这样子 如果说我们现在经营自媒体 可是粉丝没有起色 那他们不知道要怎么继续下去 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我觉得前期一定都没有起色 就是很现实的层面 因为前期大家还不知道你是谁 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然后会说不知道你的幽默点 或是说有没有学习到东西 前期一定都是这样 所以刚刚有就是提到说 前期的话建议就是 先让自己有一年的时间去缓冲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的 好像经营了一阵子 然后都没有就是收入啊 然后有没有粉丝 就是我觉得前期一年先缓缓 那他前期一年应该是 我都做同样的主题 还是你觉得他可以多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前期要多试 因为前期你多试才会知道说 你的受众喜欢哪一个主题 对 我觉得一开始我也是多试 我有试了心理啊 然后理财 还有一些其他生活层面的东西 所以是你试到之后你发现 有哪篇文章好像某一些人特别喜欢 就会继续往那个方面尝试这样 对 一开始的话我是这样 就像我之前有个星之文 然后他一篇贴文就 就是因为后台数据都可以看到说 几个粉丝追踪 那那一篇贴文就是刚好有一万多粉丝 我就觉得 光一篇贴文吗 对一万六 哇 好厉害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这个贴文类型是大家喜欢的 我就会一直复制下去 这样子 但是就是 我觉得要有耐心吧 对于经营自媒体 你觉得经营自媒体来增加收入是一个好的方式吗 我自己的话 因为我自己有赚到钱 我觉得是好的方式 但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一定要就是进到十几万粉丝才能有这些收入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 因为其实有一些团购啊 就是团购组团购妈妈呢 其实他们的粉丝数不多 但是他们的粉丝粘足度很高 所以其实基本上也可以赚到一些钱 那我觉得赚到一些钱 对于上班族来说 基本上就已经是 就是小确幸了 对啊 因为插心很难加 我有一个问题可能是 我觉得如果在看影片当下 有一些观众呢 他可能会说 啊你薪水从三万变二十万 还不是因为自媒体赚很多钱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这样的留言 所以如果面对这样的留言 你会怎样去做解释呢 我不会解释 哦真的吗 而且我甚至不会就是去回复啊 或者说按赞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对于双民粉丝的留言来说 因为也看过太多了 就是还会私讯骂你的那种都有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反正我就做好自己的本分 如果你喜欢看就继续看 如果不喜欢看也可以给我按追踪 哦 对 蛮蛮 我觉得你心里层面坚强的蛮快的 哦对啊 成长得很快 对 因为之前有一阵子流量很好 然后每一次发文都会有人私讯骂我 就是说你30岁的心理那么低 就是说我以前没念书啊或什么之类的 对然后就说 就可能高中赚的钱啊 都比我的薪水还高 就是种种就是各种抨击 但是我就觉得说 反正我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然后我现在也达到我自己想要成就 那就OK了 薪水低要被骂薪水高也要被骂 对 好累哦 真的是这样 就没办法做 你也算是极简主义的人嘛 那我想问看你有没有什么绝对不买的五样东西 绝对不买五样东西 我要看一下我的 好小笔记 对 其实一开始的话就是不要买无用小物 像什么 因为我之前去在日本工作的时候 我朋友来找我 然后他就买了一个就是会这样子旋转 然后发工的东西 然后我就想说这到底什么 然后就是可能要一两千日币 然后就觉得这没有必要啊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之后也放也不会增值或什么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无用小物 你人生都有买过什么无用小物吗 其实就是那种迪士尼的铁盒啊 因为铁盒就是很可爱 就是你想说也许我买来之后 然后回来之后那个吃完饼干还可以放些无味不味 对就是讲说那好可爱 但买回来过了几年之后它就是垃圾